大人 大人 你看 这是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 云儿姑娘她们母女俩送来的 说是要感谢你 和事业的救命之恩 我说不要 结果她俩撩下就走了 怎么办啊 红烧 对了 免了 大人 咱们县衙有厨子呀 你要觉得咱们的厨子不好 我们再给你小心点 大人在做菜的时候 就是在思考 这是衙门新定的规矩 你们不许给我打扰她 没错 咱们有个这么爱下厨的大人 这是咱们的口福啊 大人 尽管发挥 没人敢拦着你啊 郑普通 这不合规矩吧 在咱们大人这儿 女人都能当师爷 这规矩 早被大人当成肉 下锅给炖喽 这顿饭好不好吃啊 这个好吃 好吃 好吃 以后啊 你们累了饿了就跟我说 我天天都给你们做好不好 谢谢 好啊 行什么你们在这儿 吃香的喝辣的 我要超卷宗啊 因为你是师爷啊 这是你的职责所在 哎呀真香啊 大人你看啊 这些全都是陈年旧啊 都已经结案了 我能不能改天有时间再想 不行啊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 我不炒了我要吃饭 大人说不可以你没听到吗 我要告官说你虐待下属 鸡骨鸣鸣你懂吗 如果不懂的话就去找李大王 让他教教你 真香 真香 大人 九 神兽都来了 不是早就让你们把这东西处理了吗 大人哪 这不知道是什么妖怪啊 你一脚尖给我踹飞中间二张远哪 你们身上的刀枪棍棒都是摆设吗 大人 小六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他的狡诈程度 比起天下楼张之远 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 让我看看 好可爱 大人 不行 我还没说话呢 没说话我也知道不行 你怎么那么小气 你就把他让给我嘛 好啊 本县衙你跟这个东西只能留一个 你选吧 我可是个女师爷 我需要一个保镖 我们给他三天使用期怎么样 可以啊 但是我们这儿 不养食俸禄不作为的废物 三日之内如果你调教不好他 你跟他一起走 放心吧 我一定给他调教得好好的 到处都是猫 看你威猛的样子倒是跟我很像啊 那就随我的心 叫你谈爸爸吧 想吃什么都算我的 这个不能胖啊 除了这个 我给你切菜去 等我一下啊 完了 不就是个坛子吗 陪你一个就是 陪 你拿什么陪 这只老坛 可是集合了关东地区最好的食鹰 西京洛阳最好的常食 用黄花梨和紫檀木烧制而成 世上仅此一箭独一无二 你拿什么陪 这三年来 大人只喝这个老坛煲的汤 不就是一个小坛子吗 适与吗 庸俗之人 岂能懂得其中滋味 你们高雅之人真挺久起 你说什么 我 没什么 我做错了 你罚我吧 怎么罚可以让这个老坛复原 算了 让西葫芦过来收拾干净 是 别扎到手 都怪你 都怪你 毛拾毛拣 кто怪你 敲爸爸 人家 el 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